HELLO 大家好,我是阿B HELLO 大家好,我是Honey 妹妹,快到7月了 是啊 我最喜歡就是7月 因為7月代表快放暑假 而我們現在的三餐 都是被陽光照著 因為現在到11點 才會完全天黑 所以我們睡覺的時候 其實都被太陽照著 好像剛剛才黃昏 不過我們已經過了 最長的一天 所以現在每一天都會減一分鐘 去到12月 4時就已經天黑了 真的很懷念 時間長的日子 哥哥,我其實都很喜歡 冬天的時間 因為周圍都會是雪 可以砌雪人 滑雪 還有呢 現在都不用再去北海道 才可以玩雪 哎,知道你喜歡了 不如我送你去北極島 一連四季都可以去滑雪 好了好了,不要說那麼多了 我們先進入今天的正題 今天是不是介紹你 怎樣上學的 是啊,沒錯 其實我呢,上學有三種不同的方法 所以我們今天就想跟大家 介紹一下 那我自己呢,其實都是走上學的 那我住在學校 大約是十分鐘的路程 所以每一天呢,其實早十分鐘 出門口慢慢走上學 就已經不會遲到的了 哥哥,如果有同學 來學校很遠的話 他們怎麼上學的 哦,那就不用擔心了 其實每間學校呢 都會有校巴給大家去搭的 只要住得比較遠呢 其實都會有校巴提供 而服務我們家學校的 校巴公司呢,就叫做 Transport for Great Manchester 哥哥 今天是不是要坐很久的 英國鑑 五個大 哦,那我不用擔心的 因為呢,其實是 主要呢,都會組成一些大站 例如每一個區呢,大概有五個站 可以上車 不過呢,其實很多同學 都要早半個小時至一個小時 起床的 而呢,如果你要買車票呢 其實你就可以選一個 叫做One Week Ticket 那我家學校呢,大約是 七十六塊港幣一個星期 但是首先呢,你要申請 IGO這個東西 有些類似我們香港的博特通 但如果你沒有這張 IGO博特通,你就不可以申請 那每一次呢,你就要給二十四塊 一張港幣呢,去買一張 兩程的票 哥哥,我還看到有些人 是踩單車上學的 你為什麼呢? 哦,沒錯啊,這裡其實呢 學校都會有一個單車 排位給大家踩單車上學 不過呢,它就有很多規限的 一定要是某幾種單車才可以 帶你上學 免得你的單車被人偷了 就不能追究了 還有,學校規定你一定要帶單車鎖 哦,免得有什麼事情 很難處理的嘛 哥哥,你上學是不是要過馬路的? 那會不會很危險 哦,那你又不用擔心啊 其實呢,只要在大馬路呢 都會有交通協助員 通常是一些婆婆啦 那她就會拿著一個路牌 叫車停 那我也知道這裡很多家長都很擔心 自己的過馬路 自己的小孩子過馬路會很危險 那就其實不值得擔心的 任何比較危險的馬路呢 其實都會有這些婆婆啊 幫你們去停車 讓你們可以安心慢慢地過馬路的 因為無論他們下雨 或者天氣很熱的時候呢 他們都要協助我們過馬路 而他們呢 很多都是退休的人士啦 那他們還可以這樣為社區服務呢 我們真的要很感謝他們 將來我們都要報答回這個社會 妹妹啊 就快到夏天 那你學校應該很多活動哦 你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最近學校有什麼活動舉行呢 我最近呢 有去到Travel的大會堂 合唱團表演 那呢 其實我去到那時候呢 我覺得真的很不同的 例如坐在我旁邊的人呢 不算我們在香港那樣 好嚴肅 大家穿得很盛裝的 其實大家拿著杯酒 又穿著包薯片去看 大家的小朋友去表演 那整個氣氛呢 其實真的跟香港很不同的 是啊 哥哥我整個氣氛都是很開心的 每一間學校都會有獎拿的 那我們這次就分享到這裏 我下次呢 分享運動日的情況 好啦 那我們就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